狼牙榜可谓是一本良心剧 无论是剧情是设置还是人物的演技都是精彩绝伦 特别是主演胡哥的演技更是没得说 可以说胡哥把梅长苏演到骨髓里去了 可能是他也经历过死亡的原因吧 更能体会梅长苏那涅槃鸿生的不易 仿佛让梅长苏活过来一样 胡哥的一个眼神一个笑容 仿佛他不是胡哥 他就是梅长苏 就是这么一部经典 是否能被凡人修仙传超越 而凡人修仙传作为一部期望很高的电视剧 依然又人气很高的胡哥担任主演 但是网上爆出女主角是李小冉 这个就让许多网友伤心了 为什么不是王涛 毕竟他们在狼牙榜的演技都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但是有胡哥就值得一看 毕竟有胡哥才仙剑 从小就是看胡哥的仙剑长大的 而且凡人修仙传 里面包含了娱乐圈里大部分女性 包括如今大火的迪丽热霸 赵丽颖这样的一线女性 这个演员阵容足以挑战狼牙榜的经典 但是要等结果如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愿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